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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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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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祈祷录的主角永远是耶稣基督 那一切我们看见 一切跟随耶稣基督的 他们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困境 可是他们却进入一个荣耀的盼望的里面 那一切抵挡耶稣基督的人 他们其实也一样 会遭遇很多很多的神的愤怒 神的审判 但是结局却走向跟魔鬼一样 就进入那个硫磺火炉 火湖的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让我们这未来的 这个十一个礼拜 我们就一起 更多的来聚焦在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所讲的耶稣基督 跟四福音的耶稣基督 所讲的真的大大的不一样 那弟兄姐妹 前面是讲的旧主 后面是讲到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哇我们的主耶稣太伟大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继续往前面走 上帝赐福给你 我们相信这未来的十一周 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兴奋 我们看见美好的事情 不断的要透过耶稣基督 彰显在我们神灵的里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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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